本来在报到16名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觉得应该不会是我 结果没有想到第16名居然真的是我 跟目标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能进Top16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不容易产生心态突然断不住的那种感觉 能够以很好的心态去看待总选 有 因为我的粉丝很努力 然后我的期望就是我喊出来的目标 我想进中泰前十 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我还是想要向前冲的 在中泰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外面听听浪花 觉得心情还蛮好的 但是看到了那个中泰没有成绩的时候 心情不是很好 就有点复杂吧 这是我参加的第四次总选 应该算是非常的有压力吧 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店的目标也很高 然后陆报和中泰的成绩也不适合理想 自己现在跟以前的区别 就是以前比较怨天尤人吧 或者是有什么做不好或者是不太顺利的事情 会把一些理由归结到别人的身上 但是现在就比较会在自己身上先反省吧 然后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期望嘛当然就是跟自己的目标是一样的嘛 就希望能够朝这个目标走 然后不希望的话就是不希望自己退步 拉票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说了太多太多了 到时候在总选的舞台上能够听到自己的名字吧 然后把想说了再留在舞台上告诉他们 希望我有这样一个说话的机会吧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很开心 开心我的粉丝们 都会投出一个那么好的成绩 谢谢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总选 压力的话肯定是有的 有来自后背的压力 又来自作为一个前辈的压力 自己无论是在哪个方面也成长了很多 尤其是内心烫压的方面也成长了很多 希望的话就肯定是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 信心的话对我的粉丝们有很大的信心 相信他们会跟我一起努力的 对吗 你们一定是我在上辈子摘信心摘到的福气吧 因为你们真的很好 我当时就是很想哭来 但是忍住了没有哭出来 因为我怕大家嘲笑我 虽然很期待 但是更多的是紧张和害怕吧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至少有达到我自己说出来的目标 以前感觉是自己把自己抓得太死了 然后我更希望是以一种勇往之前的心态吧 对 那个时候太过于紧张和束缚了 然后现在的话我感觉更加真实的自己吧 有什么期望的话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付出之后没有后悔和遗憾 很感谢大家这一次能够让我在中报分团Top16里听到自己的名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听到Top16的时候嘛 然后实时听到自己的名字还有点惊讶 我就是在我心中我觉得 Top16也许也没有我 就听到居然是12意外的 还有点开心 对 第四次总选 就今年就是必须要入圈 就是不入圈 我妈妈看不起我 其实每年就是不入圈 我妈妈都看不起我 但是也不要看不起我 就是为我着急 有啊 我进步改变很多 我觉得 我发现我是会变成一个 越来越依赖大家的人 就感觉真的慢慢做回了自己 就是希望进圈啊 你看我今天拿着这个游泳圈 对 然后我还是很想进圈的 希望我 我要一直把它带着 现在有点傻 上次我看到了 就是我看到官博很过分 把这个作为B站的头像 今天是我的生日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生日礼物 谢谢 什么样都可以 爱你们哟 很亢奋 哇 居然是自己的感觉 第二次总选 因为第一次总选 当然是我刚出道没几个月 刚出道三个月吧 然后第二次已经一年多了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的 更好看了 然后一些舞台上的经验 会比以前更加丰富 有 我很相信我的粉丝 希望嘛 还是蛮期待 7月27号可以听到自己的音乐的 加油 谢谢大家给我中报 中泰 Top 11的名次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 我们一起继续冲 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很惊喜 因为这也是我三年以来 第一次进入到中报嘛 离能够在总选舞台上 听到自己名字的这个梦想 也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总选 前两年都非常遗憾的 没有在任何一次中报和速报里 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嘛 就觉得既然来到了这里 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管是以前那个不自信的我 不成熟的我 还是不敢面对或者是逃避的我 都铸就了现在的每一个我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 以前的每一个自己 很期待吧 很期待这一次的成绩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 站在总选的舞台上 把我用心写在卷轴上的 每一个名字都展现给大家看 为了这个目标 我也会和大家一起 并肩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 谢谢大家对贵君的支持 也谢谢每一位 为贵君投票的粉丝朋友们 今年我相信 我们一定不会就差一点点的 加油吧 还挺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 自己真的会见中报 因为这是我的第三年 然后对我来讲 也非常的重要 然后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跟以前相比 肯定各方面都是有点进步 但是距离我的目标还是差得很远 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配得上我的目标的 还是希望可以进圈吧 然后希望有个好的名次 非常谢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 鼓励我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我 然后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也可以更加努力 然后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冲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